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轮位置基本上就在方向盘右侧的边缘处 如果车道线与方向盘右侧对齐的话 右侧已经压线了 从挡风玻璃下沿看 基本上在距离挡风玻璃中间往左边10公分处 30公分安全距离 如果行人在挡风玻璃下沿中间以外 那么就能基本保证距离行人30公分 当然如果路宽的话 尽量距离60公分以外 挡风玻璃下沿中间再往右一些就可以 其实这种方法会因为每个人的身高和座椅调整位置而产生差异 希望各位车友们能够灵活运用 当然这不是仅有的办法 大家如果有更好的办法 也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交流 来好看视频